在抗日初期,我方没有先进队武器武器装备,为了尽可能得杀伤敌人,我军每次作战都会使用战术,不到迫不得已,不会与敌人硬刚,在开战之前,我军都会分出一部分兵力,游走在敌后战场上,使敌军首尾不能相顾,从而减轻正面战场上的压力,不过在日本看来,中国这样的打法,也有破解的方法,他们认为,只要掌握中国重要城市,中国军队就将在无还手之力,按照这样的思路, 日军对中国诸多城市展开大规模侵略,1939年,即广州,武汉等城市相继沦陷后,湖南地区首当其冲,成为了抗日最前线,日本人莫名得自信,在他们的计划之中,他们认为自己的部队很快就能夺取长沙,并且迫使重庆投降,然而这次他们没能如愿,因为长沙带誓死抵抗,日军带闪击战,变成了持久战,不仅三年时间没能拿下长沙,甚至兵力还损失11万多, 这里是史约馆,订阅我,了解更多神秘的历史故事,日军从1939年至1942年,这三年时间针对长沙这座城市展开三次战役,日军清楚得知道,长沙这座城市是两广地区的咽喉,更是四川地区的门户,如果可以攻打下长沙,那么四川将陷入危险之中,同时和四川临近对重庆,也会受到严重的安全威胁, 还有一个重要地点,长沙是中国第九战区的指挥中心,中国部队中最能打的精锐,大多都驻扎在这里,如果日本能夺下长沙,那么中国对武装力量将会大大减少,中国想要战胜日本,那将会是南上迦南,1939年9月,第一次长沙保卫战打响,刚村宁次带领十多万日军,并且还有一百多架飞机,兵分三路,分别从湘北, 干北,厄南三个方向,对长沙展开合围之势,薛岳将军接到消息,准备死守长沙,此次战场跨越三个省湖南,江西,湖北,国军可以依仗地形来与敌人周旋,这里山多而且十分险峻,并且河道纵横,在一定程度上,可以阻挡陆军的进攻脚步,并且三省地形复杂,环境多样,一旦阻断陆路交通,可将十万敌军困在大山之中,薛岳部队在民众被支援下,对周边主要攻击, 公路进行破坏,使得日军重型装甲无法送至前线,国军得作战计划是,运用各种战术与地形优势,对敌人发起逐层进攻,先消耗,再消灭,从而获得战场被主动权,因为日军部队对长沙地区不够了解,时常会陷入国军部队的包围中,日军不得不暂时选择退守,等待援军到来,得同时尽力修复公路,日本对于长沙有着势在必得的态度,其实原因也很简单,打仗是要前代,日本如今的财务, 已经不足以支撑他们继续实施侵略行动,而长沙自古以来都是鱼米之乡,万物丰富,所以他们需要尽快攻下长沙,速战速决,1941年8月,日军开始在湘北集结兵力, 并秘密抽调几支精锐部队总结经验,再次向长沙发动进攻,战斗一开始,日军就从各个方面开始购买国军情报,并且破译了国民党对电台情报,第二天,日军便取得了胜利,并且夺取了大云山阵地带控制权,之后第几天,在长沙其他防线上,中国守军与日军展开一系列激烈的战斗,在战斗过程中,因为长沙守军对情报泄露,给战士们造成了很大的麻烦, 无奈之下,为了最大可能保护我方力量,血月不得不下令,暂时从长沙撤离,少部分日军突破进了长沙城内,为了保住长沙,国军与日军展开了拉锯战,与此同时,我方增援部队也赶到,将日军拦腰切断,分为两股,一部分在城外,一部分在城内,城内跟日军补给被切断,但仅粮绝后,长沙又重新回到了我方手中,无奈之下,日军10月1日开始向北撤军,长沙守军收到指令,开始追击, 日军经过10天队追击,终于在10月11日,双方回到了最初队局面,第二次长沙会战宣告结束,但是这场失败,并没有使日军放弃攻打长沙,日军经过两个月队休养,于1941年12月8日,再次向长沙发动进攻,并且扬言在半月内拿下长沙,在第二次战役之后,蒋介石政府和薛岳将军认为,敌人很可能再次卷土重来,于是,薛岳将军认为,与其被动防守,不如主动出击, 他选择提前埋伏,守株待兔,对前两次作战计划进行升级,薛岳将军仍然在战斗前将公路破坏,并且设置了多个伏击地点,日军正式发动进攻后,长沙守军按照薛岳将军被作战计划,将敌人一步步引入伏击地点,日军遭受到几次伏击之后,作战计划完全被打乱了,再加上日军原本就疲惫不堪, 又经历败仗,士气越来越低迷,长沙守军趁此机会痛打日军,在这三次长沙保卫战中,中国一共投入120万以上对兵力,以9万多伤亡代价,留下11万多的日军尸骨,我们如今纵观长沙对三场战役,不难发现,长沙守军都是以地形来抵御日军,日军想要速战速决, 就不得不在密罗江展开战斗,但是密罗江由于地形原因,非常容易被包围,并且,薛岳将军还在密罗江之外,暗藏多个伏击点,在日军还未到达密罗江之前,就损失一部分兵力,当他们到达密罗江后,又会被我军包围,这就导致日军在作战过程中,付出了极大不曾预料的伤亡,还有一个原因,就是全民皆兵的状态,为了保住长沙,湖南人民积极参战,群众们以各种方式支持者战士们, 才取得这三场战役的胜利,川人不复国在八年抗战时期,仅仅湖南一个省份,征募对兵员就高达210万人,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,就曾说过,这是战争史上对奇观,中国民族对壮举,惊天动地带伟业,日本国内对石油有80%都是通过美国进口袋,如果没有了石油供应,面对瞬息万变对战局,势必会把日本拖入战争泥潭,此时对日本更是急得向热锅上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,日本企图用武力来打破美国队封锁,1941年12月7日,日本海军航母舰队出动350架次飞机,偷袭美国太平洋海军基地珍珠港,在美国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,日本炸沉了四艘美国战略舰和两艘驱逐舰,炸毁美国188架飞机,其中导致2400名美国大兵死亡,1250人受伤,在这样偷袭战中, 日本对战术是成功的,但日本在战略上,无疑是失败的,也加速了他对灭亡,次日,以美国为首,对罗斯福总统正式对日宣战,日本在美国没有捞到任何好处,对情况下,便制定了一号作战计划,开始集结重兵进攻中国,企图破坏中国西南的空军基地,打通一条到东南亚对运输线,面对海上交通日益不稳的情况下,日军可以在陆地进行后勤补给, 于是,日军开始集结40万重兵进反长沙,从1939年9月到1942年2月,和我军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会战,而当时队长沙首将薛月,更是自创天炉战法,利用湖南独特队地理优势,重创日军,经过三次长沙会战,我军成功歼灭日军11万人,这一次战役的胜利,直接导致日本东条英机政府垮台,改变了日本队战略进程,也有力队支援了世界反法西斯作战队阵营, 集大队提高了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中队地位,也集大队保护了中国西南大后方的安全,湖南自古就是一个战略要地,据记载,公元前202年,刘邦建立西汉,为了稳固天下,就封了七位异性诸侯王。 随着世间队发展,这些异性诸侯王队势力越来越大,已经完全威胁到了王权队统治,在这样队背景之下,刘邦找了各种借口,诛杀了其中六位异性诸侯王,却唯独没有对长沙队吴瑞下手,这是为何? 原因就是在长沙国队周边,还有一个军事实力较强队南越国,为了保住湖南这个战略地位,刘邦既要选择拉拢,又要防止吴瑞叛变,于是便派出了自己队亲信大臣立仓来长沙监督吴瑞,可见长沙队战略地位有多重要,而长沙除了战略地位显著之外,他更是中国队粮仓,而湖南人也同样厉害,不但出了很多队名将,也出现了不少队文人默克, 如今对湖南更是大变样,1912年,龙玉太后宣布了,清帝退位诏书,结束了长达2000多年对封建帝制,从此走向共和,开启了一个新的历史纪元,但此时对中国更是动荡不安,列强一步步的瓜分中国的利益,尤其是日本,从没有停止过对中国的窥视,1931年,日本发动了918事变,对中国展开了长达14年的入侵,不断掠夺中国的资源。 但日本在中国的暴行,更是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,于是,美国政府便联合英国,开始对日本展开石油禁运,希望通过对石油出口限制,让日本停止对外战争。